那裡面當然我們也不能說完全是對的 因為確實我們是有逃離現場的情況 而且我們也沒有懸掛國旗 所以這裡面事實上是有一些情形 雙方面需要進一步的來釐清 我想我們也不能一位的說我們就一定沒錯 然後他們也不能一位說他們就都沒錯啦 那要釐清清楚SOP是什麼就很重要 所以他現在有回應給你 他們的SOP是長什麼樣 還是說他只是回應給你當天的狀況 這有點不一樣 就是說他當天他有先廣播有先什麼等等的 這是一種回應 另外一個是說其實他們國內要進行這樣子的工作 有一套作業標準 他是回應前者還是後者 我想兩者都有 他事實上就是按照他們的SOP來執行這一次的作業 這一次的請問作業 所以在這一次之前 我們有拿到他們的標準作業程序過嗎 還是這一次出事以後才跟他們要到 這一次 因為過去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一個事情 我想每個人 基本上就合乎這個國際的原則 那就發生過跟印尼之間我們的漁船被他們跟他們有執法爭議 所以千萬不要說沒有發生 我想確定的就是是不是我們現在才拿到 還是我們在數年前每年都有發生的這個狀況 我們其實已經有掌握他們的 因為我們真點既然是SOP 我們要說他們全對我們全對也不對 那所以到底哪些地方對依照他們的SOP來看 所以我希望應該不是現在才拿到吧 我想這個其實每個國家那個執法的作業 它是有一般的國際的這樣的一個規範 也就是說你要去呼叫 你要去對空 這個我知道 因為我想這個基本上的原則大家都一樣的 但是西部的部分還是會不一樣嘛 所以我們也有我們自己的國內法嘛 那我想要再確定的就是 按照我現在手上這邊有拿到的這一份 幾乎我們每年都遇到這樣的狀況啦 我們的漁民幾乎每年都遇到這個漁船跟鄰國政府爆發執法爭議的事件 所以我想要請問一下我們的這個署長 我們主要的遠航漁業的主要海域在哪裡 遠航漁業的話只要離開台灣的水域 到公海或是任何一個沿岸國家的水域作業 這一些船呢 我們都稱它為遠航漁業船 那主要海域在哪裡 三大洋都有 三大洋都有 太平洋、印度洋跟大西洋 那以百分比來講 以百分比來講的話 因為我看到出事的比較沒有到歐美的嘛 出事的大概都是 大致上如果是以百分比來看的話 因為太平洋是我們最近的地方 所以我們比較小的這些船呢 在太平洋這邊算是比較多的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印度洋 所以看起來 對 以我們現在手上有的報告看起來 大概就是從印度洋到太平洋這邊 我們出事的比較多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 那這些國家 我們主要的海域這些國家 我們已經掌握了他們的這個標準作業程序的 一個船舶 公務船舶在這個公海進行燈鈴跟檢查的 那是經過 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 所通過的一個公海燈鈴檢查 你現在並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啦 因為我主要的問題是 除了大家國際公認的以外 每一些國家都還有一些國內執法 尤其我們有的時候會在很敏感的那個海域 所以要了解它國內的 那聽起來我們應該是沒有掌握 剛剛我講的 任何一個國家的 它的國內的標準作業程序 所以我現在回來看比較 這個外交政策的部分 我想我也跟部長在這邊一再的確認過好幾次 就是既然過去八年來政府強調的 我在幾份報告都看到 割制主權 強化非政治的實質關係 所以能夠實質幫助我們的漁民 這個就是我們實質的外交關係要做的嘛 那 包括在你們的報告裡面也去提到 我們跟日本跟菲律賓簽的這些相關的漁業學協定 我們都跟日本跟菲律賓 事實上都已經達成協議 所以我在這邊要請問的 相關的執法事實上都有 我現在要請問的就是 所以這個應該就是過去八年來政府 所謂割制主權啦 強化非政治的實質關係的重點 那既然是這樣我想問 除了因為東海爭議出了事情 我們跟日本簽了漁業協定 還有廣大信號的事件出事了 我們才跟菲律賓簽了漁業協定以外 還有二十年前就已經跟越南簽了的相關的協定以外 剛剛署長講到的這個主要海域 我們還跟哪些國家簽了漁業協定 我們過去跟印尼市長也有漁業合作方面的相關的協定 當然那個時候主要並沒有針對執法的部分 所以我們才認為說現在發生這樣一個問題 我們認為應該要針對執法通過的部分 發生這樣的問題不是現在 我剛剛就講 在報告上面幾乎每年都發生問題 那現在是因為報紙關注了 我們才要 這個是八年來外 這個是八年來外交政策的重點 也是過去八年政府認為自己的強項 結果我們都是等到出事 然後才說要去簽 我想請問我一個一個問好了 因為你們回答得很籠統 以剛才我們講的我們遠航漁業的重點來講 我們跟馬爾蒂夫簽了嗎 我們跟印度 都沒有嘛 印度我們也出事咧 我跟委員報告 我想我們 我們台灣是這些相關的 這個區域性的 漁業組織的成員 這個事實上它有很多的規範 事實上我們大家一起要共同去堅守 事實上如果是這樣 我們就根本不用再跟印尼談什麼 所以可見不是只要國際的這樣的規範 那我們跟孟加拉有簽嗎 巴布亞、辛吉內亞我們有簽嗎 我想我問這些不是說要故意一個一個來考大家 而是 好我們就是說沒有簽好了 那進展 我們有開始跟他們談這樣的事嗎 因為我們不能每次都發生事情 或是說沒有發生事情 我們就要先預防 更何況我剛剛講的這些國家 包括印度都是會發生事情的 我們有開始跟他談說 有沒有包括執法上面這個協定 有沒有開始談就好 我跟委員報告 我想這些目前來講事實上是沒有 但是我們跟巴紐跟巴布亞之間是有餘業合作 我想這個是一個實際的情況 我想這個 對我來講 有一部分其實有 不能說一部分 其實有蠻大的失望 就是 過去八年的政府 認為擱置主權 進行實質的國際這些的關係 是很重要的 因此我們剛才講的這些都跟主權無關 都跟政治無關 都是實質幫助漁民的事情 結果 包括印度等等在內 出事了我們都還沒有跟人家簽 更何況 以你們的政策來講 應該還沒有出事就要簽啊 這個委員不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我知道 我覺得我們台灣 我們現在是 我們是太平洋 還有大西洋 還有印度洋 這些相關的區域的漁業組織的成員 我剛剛已經回答過了 所以在這個架構裡面 當然我們要需要進行國際的合作 如果 針對個別的國家 不是說我們要簽就簽 這個需要雙方面 余政主管機關要做進步的協商 所以我現在要提的就是說 我們即便是這樣子的 國際的成員 我們也保障不了 之前在菲律賓發生的事情 保障不了我們在印尼發生的事情 或是保障不了我們上面 在這些鄰國發生的事情 我要強調的是 我要強調的是 不好意思署長 我其實不會再問余業很細的地方 我要強調的是 對我要強調的是 因為 正是因為這是你們八年來強調的 結果 你現在告訴我說有困難 你跟我說 這要看跟每一個國家之間的關係 我們這些 整個東協的這個總經濟規模 達到2.5兆 你們也有寫過 6.22億人口 亞洲第三大 全球第七大經濟體 這些鄰國跟我們包括文化的交流 投資 設廠 漁業的往來都這麼密集 然後 上一次你的業務報告裡面 對於我們這麼密集的 這麼臨近的鄰國 你們只有寫幾行 然後我就 我想說你們應該是當天沒有準備 沒有關係 我當天請你們回去準備 告訴我 我們跟這些鄰國 這麼密切的鄰國 大家合作的關係 開始進展了沒有 跟他們 雖然我們無法加入東協 RCEP 然後現在餘業這個 我們也沒有跟他們一一的簽 我們上一次請你回去準備 準備了一個多禮拜 寫一張給我 我們跟中國的關係可以寫一本 我們去南海要求我們的主權 中國歷史寫三十幾頁 我們跟美國的關係也寫一本 我們跟我們最寧靜的這些 跟他們的關係 十幾個國家一張 而且還給你們回去準備一個多禮拜 所以我在這邊 我其實喔 部長我在這邊不是要跟你爭說 那個我沒有看到 我不曉得那個 準備的資料是怎麼樣 我不是要跟你爭這麼細的啦 因為 再一次強調 我想 新政府 蔡英文總統 她也有提到說未來的新南進政策 那我相信 以我自己的立場來講 也很希望我們要強化跟東南亞這些國家的 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要提醒部長 即便你未來不是部長 你應該也很有可能在我們外交領域裡面出一份心力 那我們的部內的同仁 其實是非常的密切 我不曉得為什麼會有那一頁的資料 我覺得我們可以提供給你一本資料都可以 對 我也希望我們提供 我沒有看到那份資料 因為會非常的失望 至於說我們跟很多國家之間的這種司法互助的部分 至少我們都有在進行 基本上我只是在強調一次 就是大家未來還是一定會一起努力 吸收努力的夥伴 我想那個是一定的 我想真的牽涉到我們整個國家的利益 外交部 對 接著要有距離準備 我想最近我們針對印尼 針對緬甸 我想針對相關的這些發展 其實都有非常進來 好 那就請 要做好準備啦 因為新 我們跟東南亞的這些友邦鄰國之間的關係 一定會是未來 包括台灣人民都有強調的重點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下一位我們請羅智政委員諮詢 主席可以麻煩請外交部長 還有我們的餘月署署長 部長還有署長 羅偉好 部長好 署長好 我先請問一下 3月21號我們發生海上的事件 您知道3月19號 中國跟印尼之間也發生了